村长 这不是刘姨吗 怎么回来了 你未究了 未究刚好未究 我就是早两天回来了 那个老房子都不住 不住人了都崩塌了 对啊 你那房子这么久你都不回来 维护一下 现在崩塌了 回来家里也你知道 我也没有儿子 回来也没用 我刚才回来 去看了两位两个女儿 他们都嫌弃我 他们都不让我进去 不会吧 两个女儿都不养你 对啊 那个小女儿还好一点 他就是想养我的 后来他老公啊 他就说哎呦 他这困难 第一的不要我女儿养 养又又跟我 我女儿离婚 我没办法 我只能走了 但你走去哪里啊 你现在 我也不知道啊 刚才都说了 家里都崩塌了 也没地方住了 哎呀 确实可怜啊 你看女儿又不养你 把你抛弃了 哎呀 我说为村长也不能 不管啊 要不这样吧 先去我家住啊 去你家住啊 是啊 啊村长 我住的话就不是一天两天的哦 我就是常住了哦 哎呀 哎呀 不管那么多了 抢救就抢救我 先去我家住一段时间再说 我看你帮你想办法 能不能 申请去那养老院 不然的话就在我家住 那 你不羡慕我 哎呦 羡慕什么 我作为村长也不能这样啊 是吧 哎呀 可是你等下你家人会反对啊 不会的 哎呀没事 走吧走吧 哎呀村长 其实我不是没钱 我有钱带回来了 哎呀 我只是想试探一下我那两个女儿 哎呀 我看上他们什么 有没有那个养老 给我养老的心 你看 我都带有钱回来的 你看 这些都是我的 我的钱了 这么多钱 哇 对啊 哎呀我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我还在外面买了一套 那个商品房 哎呀 这么好啊 那那你还有房的 我看见你对我这么好 要不我先到你家去吧 我也饿了 哎那行行行 走 走 先去我家 村长啊 既然这钱也给你不要 那我就先拿去存着 以你的名义存着 哎呀 干嘛以我的名义啊 你这么多钱 我可不能要你啊 那我都说了 在你家常住了 救就救吧 你有这么多钱 我身边帮你 请个保姆来照顾你 哎呀 还是村长好啊 对对对 那我走吧 好 妈妈 等等 妈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妈 妈 小方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回我家 哎呦 我啊 我刚刚去老房子那里找你找不到 我听说他们 他们说你去那个村长家了 住了 我昨晚啊 跟大炮说了一个晚上 我说服了他一点点 他现在态度呢 稍微吻合了一下 妈 我是这样是想的 如果大炮他不让你回我们家 不给你养老的话 我就跟他离婚 离婚就离婚 毕竟老妈 老妈只有一个 老公没了 可以再找 可是老妈没了就没了 你毕竟一把死一把 你要把我辛辛苦苦养大 如果我们不给你养老的话 那我真的是罪过了 我也得要为我的儿女做榜样啊 孝顺老娘是我们子女应该做的 做的责任啊 老妈 小方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啊 是 那你不嫌弃老妈是个来罪啊 不嫌弃不嫌弃 狗不嫌主瓶 狗不嫌母丑了 妈不管你是怎么样 有钱没钱我都要养你 那走我们回家吧 谢谢你啊村长啊 哎呀 麻烦你了 你真的愿意跟他回去啊 哎呀 刚才你可说他们都不愿意养你吗 不愿意养 哎呀肯定要打听到你有钱了 钱什么钱啊 你说啊 你老妈呀 现在有几十万在这里 几十万 你们两个女的不养 我现在打算帮她请个保姆 把她照顾的比你们还好 我跟你说 你哪里得那么多钱啊 哪里来的 这种来路不明的钱 我们可不能要啊老妈 小方 你是不是犯什么事了 不是 这是我辛苦赚来了 其实我不是没有钱 我只是想回来试探一下你们 我都出去了这么长时间了 我想看一下你们过得怎么样 谁知道啊 一进家门 特别是你的大姐 家门都不应付过 你还好一点点 哎呀我都心都寒了 小丽老妈 我可是你的女儿啊 你怎么这么不相信我啊 你这样子试探我啊 老妈 哎呀你们都诈人了 我不试一探你 我知道你你是好 可是你老公呢 我也要试一下啊 我老公他可能也是那个 豆子嘴豆腐心的 我回去再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他肯定会接纳你的吗 你的钱你就先收着 防身好不好 好那你我们这样 你你也不告诉你 你老公我是有钱的 那我回去跟你回去 还还试探呢 他如果是真的对我好的话 我就再把这些钱给你们 如果他还是那个态度的话 那老妈就 那那行 就要把这个钱钱存银行 不管他 你要对他好 你就就给他 不对的你不好 我帮你请保姆 不是你 那村长谢谢你了啊 那行 哎老妈那 不要去村长家了 等一下我们去村长家 把那行李拿过来 去我家了啊 那那那行吧 那村长谢谢你啊 那我们一起上街吧 走走走 先去赢啊 走走 走走